大家好,如果打了Synomac后 没有任何不舒服,只有手臂地方下胃酸痛 是不是代表我身体对这个病毒无法产生抗体啊 这个是很普通的,因为很多人问我 打了针过后好像没有感觉,对不对他有打到吗 然后打了过是有抗体,或者是没有反应的 其实反应跟有抗体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完全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身体制造抗体的血球和我们身体发炎的情况 是两种不同的防疫措施 如果是有发炎的话 发炎是我们的身体的一种酵素 一种我们叫做HOME 就是我们的Synokine Synokine就是我们的 有些叫做发炎的那些 基酸啊,那些蛋白质 它是把我们提高 热能啊,提高我们的 发烧啊 打了疫苗后为什么会发烧啊 或者会痛啊,身体会痛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发炎情况 这个发炎呢,跟我们 免疫 是完全两回事来的 免疫呢,就是我们的白血球呢 有没有 见到这个 病毒 意思是说我们打这个疫苗是 打一部分的病毒 或者是那些已经打死了的 病毒的那个尸体 我们的白血球呢 它会去认识 去做一些反应 去认识 你是不是我在身体的一部分 我需要做一些抗体来打你 做抗体的话呢 是没有症状的 这个制造抗体的这一个方面的 这个 这个情况是没有 不会导致发烧的 这个是很近 一个很 很慢的一个process 大多数都是在第五天开始 才有这个反应的 它是不会造成发烧的 这个是不会造成发烧的 如果你有发烧的话 你是因为你的发炎 这一部分 有些人比较容易发炎的 他的身体的基因的问题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 我说到昨天我们也分享过 我们的肌肉越发达的人呢 他的发炎程度呢 会比较强的 是因为呢 发炎的 因为很多肌肉嘛 还有很多肌肉的话 我们的肌肉就很容易产生 这种叫做 Cytokine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发炎的那些 蛋白 它会导致了 发烧 痛啊 打症的地方 痛啊 或者是 整身很累 这是发炎的症状 发炎 就算没有发炎 你的身体的抗体 还是照样会走 还是照样有的 大体上呢 在我们身体上有两种 两种这个 我们叫做抗体 第一种呢 就是在血清里面的抗体 血清里面的抗体呢 是在我们 Dest Blunt那时候 会试得到的抗体 好 还有一种的 就是我们的 细胞抗体 细胞抗体 就算是我们 在那个血清里面 没有抗体的话 在细胞里面 它会产生一种 也是会产生一种 保护膜这样子 就是一种抗体 它自己会保护 不要给这个 细胞抗体 所以这两种呢 这两种的抗体呢 在现在为止呢 是没有 Test 可以真正可以Test的到的 所以呢 在这个 就从这个地方 我是可以直接说呢 如果你们现在 打算呢 想去Test一下 我打了这个 有没有 抗体的话 我去Test Test一下可以吗 我跟你说 你拿回来的报告 你会很伤心的 因为现在的Test呢 是不准的 然后它会讲到 你没有抗体 或者是少过5%抗体 因为呢 你 我们的 现在呢 你看了我们有多少 多少个品牌的 那个Vaccine呢 每一个Vaccine呢 它的抗体是不一样的哦 都不一样的哦 每一种的抗体 每一种Vaccine呢 就制造不同的抗体 不同的抗体 就需要不同的抗体的Test Kit来做 有一些呢 有一些Vaccine呢 它好像说Synomax 可能会产生了10种抗体的哦 它不是一种罢了哦 因为它是一个全体疫苗 意思说整个病毒 它是Sars的 全体疫 那个病毒 进入那个血液哦 所以呢全体这个全体病毒它可以说 我这里有A哦 A抗体 B抗体 C抗体 它们会制造不同的抗体去打这个 病毒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说你去那个Test 现在你去LAB那边拿去去Test抗体的话 你到底是Test A还是Test B还是Test C呢 我们不懂呢 然后呢如果它是Test到一个是比较差的 是Z的那个抗体的话 是很少罢了 你不是说它不是出来报告说你没有抗体哦 其实你还有A B C D E F都没有Test 所以呢现在呢我需要我所说的就是 记得 第一 没有 没有症状 不是没有抗体 OK 第二 抗体不只是在血液里面 它可以在细胞里面 然后呢 产生抗体的情况呢 我们身体是觉得不到的 是感觉不到的 OK 第三 你是不需要去Test这个抗体的 不需要 因为呢如果去Test的话你会很伤心 真的会吓死你 因为它大多数都Test到一小部分了 你是保护的 其实在我们国际的数据呢 全部有打了两剂疫苗的 你都有100%的 保护你自己 保护不会中 重症的COVID病人 或者 不会导致COVID死亡 OK 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多人喜欢问我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OK 当时,这就是一个秘密,是一个秘密,当你说第二个秘密会让你的秘密 秘密是低的,不,它不是,所以当你有吸引,你的肌肉会增加,尤其是第二个秘密 秘密的秘密是低于第一个秘密的秘密,所以你必须,你知道,不要听到那些人 who share,你知道,我认识的WhatsApp是飞在这里,他们说它是低秘密的秘密的秘密, 我认识,后来第二个秘密,大家都知道你的秘密是低秘密的秘密, and get serious disease, right? But it's not in this case, no, not exactly, right? 这个,Janet Chiu,Janet Chiu说呢,有一些人打了两针过后呢,14天,为何他的抗体才30%? 就是说呢,Janet,我就说我们不应该,不应该去检查我们的抗体, 我之前有说过了,每一个疫苗有不同的抗体的制造,制造不同的酸体, 然后我们的那个博士呢,他试的那种抗体,未必是试到你的身体产生的抗体, 所以30%不代表你没有抗体哦,他只是说,这个抗体是这样的,这个程度,这个程度罢了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